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入处理厂再与废铝材参配 投入熔炉中融成铝水 渗入模具筑膜加工制成铝钉 铁铝罐透过上刀衫下油锅的回收处理过程 生产出钢胚和铝钉 精炼加工后铁可以再制成钢筋 铁罐 铝则可以再制成铝门窗 铝罐等各种铁铝制品 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 正确回收铁铝罐 就可以让他们来一场起死回生的历险剂咯